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款美容 就是这款亚蒙的HRF11 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款美容仪呢 我建议你可以把今天的视频继续看下去 因为这款美容仪如果没有使用正确的话 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一些损伤 如果你正打算买这款美容仪 今天视频你更应该看下去 因为后面我会介绍很多关于这款美容仪的使用方法 美容原理以及它的注意事项 满满的干货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我相信大家在购买一个产品之前呢 都会去看一些官方的介绍 还有他们的广告 但实际上通过那些广告 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它的好的一面 实际上这款美容仪它也是会有一些风险的 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那如果这么贵的产品你买回来了 但是一打开包装却发现 这产品自己根本就不能用 那几千块钱就浪费掉 然后产品扔在那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产品到底有哪些人群是不能使用的 打开说明书的第一页 什么都没有写 就直接先写一些警告 就是哪些人群是不可以使用的 其实还挺多的 但是这些信息呢 我们在买之前 商家是不会把它贴出来给我们看的 不适合使用的人群 包括正在接受治疗的 青春期发育期的 紧急急患的 然后有结合病疾病的 还有过敏体质 还有你有一些皮肤问题 比如说现在皮肤有过敏性皮炎 或者是皮肤有炎症 或者是过度疲劳 这样的也不可以用 或者是刚喝完酒 怀孕期间 经期期间 哺乳期间 正在服用安眠药的期间 还有你可能因为一些物理 自己会产生一些斑 你是这样的复制 还有包括你在治疗 正在治疗牙齿 还有包括你可能服用一些 会引起毛细血管扩张的这种药物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而且我说的这些都只是 还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比如说你的皮肤 现在有挫疮粉刺的问题 那你也不可以用 包括你的皮肤 现在有红肿溃烂 这也不可以用 不要说以为 美容仪可以帮我治疗 我的皮肤问题 但其实像这种 你的皮肤现在处于一个 不稳定 或者是一个受伤的状况的时候 是不能用这种美容仪的 包括你脸上 像我的话脸上 就会有这种浮起的黑质 浮起的黑质的话 这个部位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每次都会这样子 把它按住 然后这些就只是 我只念了一点点 还有很多 包括你看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就是有很多页 薄薄的一本说明书 有很多页都在说 哪些情况是不可以用的 然后很大的感叹好些警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在买之前是应该 仔细的去阅读的 那这些信息呢 我会把它扫描下来 然后贴在视频的最后 然后我建议大家 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去把它点击暂停 然后仔细的阅读每一条 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 不适宜使用这盘美容仪的人群 我买的这款是 HRF11 它是一款银色的 它的背部呢 有一圈金属环 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个装饰哦 其实它不是金属的 它是APS 外边镀了一层阁 这样的话它可以导电 它不是装饰 它是有功能的 是这样你拿着的时候 它会导电 这样子才会形成一个闭环 然后可以让这个产品的这个接触头 来在你的脸上产生一些功效 它这个主机的头部呢 是有几圈的金属环 大家可以看到吗 它里边是有这种小灯珠的 一粒一粒的 那最外边这个金属环呢 它是可以拿下来的 然后它是有一定吸力的 所以你拿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吸力 它会吸上去 它的作用呢 其实主要是在使用的时候 固定那个化妆棉的 待会我会演示给大家看 这两个小的金属环 它其实是两个电极 就是说这个美容仪 它的一些功效都是通过这两个电极来实现的 两个电极之间的这个透明的 透过它们看到里边的这个发光的二极管 这样的话 红光和蓝光就可以透过这个透明的塑料面板 透出来 才作用到我们的脸上 然后这个主机头的下面呢 是一个小屏幕 它会显示你现在是选择了什么模式 下面的两个按钮 最下面的这个是模式选择和开关 如果长按的话就是开关键 短按是切换模式 上面的这个写的level是去控制你的强弱 那我们现在按下边这个开关键 长按开关键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现在它就进入了清洁模式 这款机子呢一共是有五个模式的 然后通过下面这个模式切换键 就可以切换了 我现在按一下 它就变成了导入模式 我再按一下 它变成了EMS提拉模式 它会产生微电流电你的肌肉 然后是红光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头已经有红光了 再按下最后是蓝光冷敷模式 一共只有这五个模式 那这五个功能当中呢 除了蓝光冷敷以外 其他四个功能 在它中间的地方都会显示一个RF RF的意思就是射频技术 所以也就是说在清洁导入 还有红光 包括提拉这四个功能里面 都会有这个射频技术 RF射频美容到底靠不靠谱呢 它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射频就是通过交流电 产生了一个电磁场 这个电磁场产生一个高频的电磁波 它这个电磁波呢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表层 达到我们的皮肤深层去 然后它会对我们的皮肤深层 造成很多很多微小的一些小的创伤 但这些创伤其实我们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你用的时候你并不会感觉到它疼痛 就会刺激我们皮肤自己去修复 这样就会产生新的细胞 特别是胶原蛋白的再生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现在这种射频美容 也就特别的活 但这款它就是1兆赫兹的频率 然后13瓦的功率 大家可能对这个赫兹没有什么概念 到达4兆赫兹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比如说小的血管的切除 这样子的动作 像美容院的话可能会达到2-3兆赫兹 像这个频率达到40兆赫兹以上的话 在临床上会被用于切割肿瘤 或者一些病变组织 所以说并不是说频率越高越好 另外这四个功能都会有发热 像清洁功能的话 它发热就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不是特别的热 但是LED红光就会觉得蛮热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灼伤 那上面这个level键呢 就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强弱 可以一档 然后两档 你按的话它就会一共有五档 每个都是这样 但是红光和蓝光就没有这个调节 level的这个功能了 那我现在就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美容仪的几个功能 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首先呢 在很多模式的情况下 都需要一个化妆棉 来放在它的这个工作头上面 通常呢 大家会选用这样子圆形的化妆棉 因为它的形状大小刚好合适 所以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德国的产品质量太好 还是怎么样 这个化妆棉套上去感觉太厚了 然后滑往上扣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紧 感觉好像要把这个头卡坏了 所以呢我会用这种洗脸的时候 用的一次性的清洁棉布 它一张很大 就这么大 所以我会把它剪成这样子的小块 然后把它拿出来一小块就可以了 把它套在这个头上 也可以单层这样子 单层的把它套上去 然后但是如果你觉得比较薄的话 也可以把它这样子遮一下 大小也还是合适的 把它放上去之前一定要让这个布整个用化妆水浸湿 注意要使用水溶性的化妆水 不可以使用像油性的 或者是磨砂膏之类的都不行 很多大家都有推荐说是用成也一生的那款化妆水 但是我这边没有买那款 我就是用的这个随便拿一个 像我平时用的奇尔士的 蓝蔻的还有SK2的神仙水 还有这款 油泉的 注意一定要把它就完全浸透 不要因为就是不舍得用化妆水 就只倒一点点 那样子很干的话 是不会起到效果的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干的话就不会起到效果 当然如果你在使用当中觉得它有点干了 因为有些功能是发热的 你觉得它有点干了 你也可以再就是稍微倒一点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头它是 因为这个机器它是不防水的 所以一定不要倒多了 好现在化妆棉弄好了之后呢 打开开关键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清洁功能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在震动 然后它震动一会儿呢 它就会开始轻微的发热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档 因为我觉得这个清洁功能 它力量比较弱 我一般都会选择二档或者三档 因为它清洁的时候 这个说明书上 也有给大家写出来是怎样子的一个手法 这个图呢 一会儿我也会贴在视频上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提拉的动作的 那它的清洁功能呢 除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它的这个震动摩擦以外 它其实还包含一个射频功能 和离子导入导出 离子导出怎么说呢 它就是通过这个作用头 产生一个电膛 然后我们毛孔当中深层的这些污垢呢 就在这个电脑的作用下 然后以离子的形式 从我们皮肤的深层移动到我们皮肤的表层 然后因为有化妆水的作用呢 它就溶解在这些化妆水当中 然后通过这个头的震动 还有化妆棉的摩擦把这些污垢从我的皮肤当中给它带出来 我每次使用完之后 即便是我已经卸完妆 洗完脸 就觉得自己的脸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用完之后这个白白的化妆棉都会变得黄黄的 就感觉真的是带出来了很多毛孔当中的污垢 那第二个模式呢 是导入模式 其实在这个模式下呢 也是运用了相似的原理 就是在电厂的作用下 把这些保养品以离子的形式导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所以刚才我有强调 为什么这些保养品必须要是水溶性的 只有水溶性的它才可以产生离子 比如说像我们在很多护肤品里面 经常见到的透明质酸钠 还有像乳酸 还有像比如说柠檬酸 这样子的燃养成分呢 它们都可以产生离子 就可以在电厂力的作用下呢 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深层去 然后再加上这个模式下的振动 就可以更好的促进 这些保养品进入到我们的皮肤 但是这个模式有一点它挺好的 就是你除了使用化妆水之外 还可以使用面膜 就是在我们敷面膜的时候 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个第二个功能 导入功能 让这个面膜上面的精华液呢 更好的吸收到皮肤里面去 那第三个模式呢是EMS提拉 它是通过电流 然后刺激我们面部的肌肉 让肌肉不停的收缩 这样子就可以促进肌肉的这种活力 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一些 这样子整个脸就不会吓吹 但是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也是要使用化妆水的 然后同样这个化妆水也是要水溶性的 因为如果你不用化妆水的话 这个电流它很难作用在你的皮肤上 在我使用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它这个微电流的一档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当然我还是建议你如果你刚开始使用的话 还是从一档开始慢慢的适应 我就觉得它一档几乎没有感觉 然后二档会轻微的有一些刺激 然后三档的话会更强烈一些 作用到这个下颌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它有的时候会刺激到你的牙根 就会觉得牙根部挺不舒服的 然后包括如果离眼睛周围比较近的话 就会觉得好像眼眶里面的这些穴位也不太舒服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它这个地方有写一个眼周的这个部位 是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的 所以这个Ti的功能千万不要用在眼部 那在接下来的第四个模式呢 是LED红光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就不需要再用这个化妆棉了 因为它的热量还是蛮高的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你的移动至少要在一秒钟两厘米的这样的速度 不能说是我想让这个地方美容的时间久一点 然后就停在这儿不动 这样子是很危险的 很容易灼上你的皮肤 或者如果你可能觉得在使用当中 我觉得温度太高了 那么你就再移动的快一点 让它快速的过去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皮肤的灼伤 另外在眼周的时候呢 这个红光模式是可以作用在眼周的 但是一定要先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使用 另外呢不可以直接贴在眼睛的周围 而是要离开至少有五厘米的这样的距离 才可以在眼部周围移动 面部其他位置是可以直接贴在皮肤上来滑动的 但因为这个红光呢 它的热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的脸一会儿就会觉得很干 所以你要不停地去敷化妆水 让你的皮肤一直保持这种比较湿润的状态 不然的话它就会一直蒸发你脸上的水分 这样其实对皮肤也很不好 所以在用这个红光模式的时候 你要随时地保持你的面部皮肤是湿润的才可以 最后第五个模式是冷光冰肤模式 它其实这个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它的这个LED灯呢会发出蓝色的光 然后它起到一个镇定的作用 消炎的作用 特别适合那种痘痘肌 或者是皮肤很容易泛红啊什么的这样的肌肤 另外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电极头会变得很冰凉 所以它这样子直接贴在皮肤上 就可以给皮肤起到一个镇定的作用 我觉得它还可以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 它在使用的时候不是要这样子滑动哦 是这样子按下去抬起来移动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点按的方式去使用的 那像这种蓝光红光 其实它在医学临床上使用 都可以促进我们皮肤细胞的这个活化 然后也可以增加代谢 包括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 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刺激 但是就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用在凸起的质和这种物质上面 这样可能会引发病变 所以说其实像这些东西都要把握一个度 你如果把它用好的话 它是有好处 但是如果你超过了那个界限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可弥补的伤害 做完冰赋以后整套护理就完成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涂一些保养品 比如说是一些保湿面霜 或者是水瓦面膜之类的 在我自己的使用过程当中 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也可能是我自己本身那天皮肤的状态不是很好吧 就是在用之间 我就感觉皮肤好像就一层皮儿 然后这样松松垮垮的掉在这儿 我第一次用完之后 我就觉得皮肤就好像变得非常Q弹 好像是那个布丁一样的 就会你一按感觉会咚咚咚咚 我就觉得还挺明显 另外从视觉上看呢 就感觉皮肤 怎么感觉好像有发那种柔光 真的感觉皮肤好像回到了上中学时候的那种皮肤的状况 提拉还有LED红光都是一周使用两到三次 然后最后的冷肤是每天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也是大概隔一天或者隔两天就会用一次 所以在后边再使用的时候就没有觉得第一次使用的效果那么那么的明显 也可能是因为一直在不间断的使用 所以皮肤基本的状态是比较好的 所以下次再用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像第一次那么明显的效果 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对美容仪的期望值特别的高 希望它可以让你瞬间变成明星啊超模啊那样子的皮肤的话 我觉得可能美容仪并不适合你 我觉得美容仪呢 它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保养护肤 它可以延缓你的衰老 比如说可能别人没有用你用了 那么十年以后大家再去看的话 你的皮肤状况可能就会比它好一点 谁不想让自己青春永驻呢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美容仪这种东西还是尽早用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这款很棒的是它有一个冷敷蓝光的功能 只有这个十一是有的 之前的那些版本都没有蓝光功能 只有一个冷敷 但是它这款是蓝光加冷敷 所以对皮肤的这个消炎和镇定的作用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是痘痘肌 然后另外你也想提拉自己的面部肌肉的话 这款就特别特别的适合你 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在b站和公众号找到我们 在微博上我们也会经常po一些我们的日常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